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内,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米,与光明顶、天都峰并称三大黄山主峰,属于典型的山岳行景区。 由于黄山山市险要,地形复杂,游客每天在山上所需要的各类物资都只能通过人力从山下运输上来,而这一过程就需要监运员来完成,他们也成了一道行走在山上的风景线。 5月4号,在黄山风景区,专职负责运输物资的监运员像往常一样,清晨六时许就在山下的彩配站点集中,对每天需要挑上山的物资进行分类、称重、检验后再出发,平均每个监运员要挑上100多斤的物资。 遇到五一、十一这样的黄金粥或小长假,随着山上游客数量的增加,他们一趟所需要挑运的物资重量也会随之增加到近200斤。 能够从事这项繁重体力劳动的监运员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他们皮肤有黑、肌肉厚实,尤其小腿因为常年负重行走在山道之上,因而非常结实、粗壮。 工作中,他们身着统一的绿色马甲,一般会携带一个扁蛋和一只竹棍,扁蛋用来负重挑运物资,木棍则是用来在挑运时为肩膀助力,同时能够在短暂休息时用于支撑货物,方便随时出发。 今年57岁的吴小福在黄山从事监运工工作已经有21个年头了,妻子长期在家务农,作为家中顶梁柱的吴小福通过这份工作,工艺对儿女读完了大学,如今已分别成家立业,而她自己却依然选择行走在黄山的游道上。 近年来,黄山风景区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日常管理中,严格落实净菜物上山,垃圾洗地下山的生态环保举措。 黄山监狱员们也在默默地为这座世界名山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贡献力量,以一步一个脚印的实际行动,向越来越多的游客传递生态环保的理念和例行节约的奉上。 山传的生活垃圾,检查垃圾,全部都要掉下去,山传不能,你那个垃圾,当天垃圾都要搞下去,你垃圾还不能,这个山传,时间放长,放长,它能有污染的。 我们不仅看他们挑上来,还有挑下去的那些食物的残渣也都很辛苦,一路上走走停停的,我们觉得要爱吃粮食,要环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